本身我们第一个月会有一个评估 从我们现在评估的总结来看 它的各项工作都是跟我们预期是相符的 包括身心状态呀 包括它的一些跟听力的沟通知识 因为我们的支持对它也是很有用的 天地互联互通 主要是通过我们天地的专用化 任务化以及系统化 以及天地双向视频进行协商 我们还通过邮件系统跟航天员进行交流 保证天地协同密切 目前工具组合体状况正常 姿态稳定 现在目前航天员身体和精神状态良好 空间站的能源平衡 目前正在按照计划 开展各类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 后续我们首先持续会开展组合体的状态评估和设备询检 来确认确保组合体状态正常 同时我们也规划了航天员第二次出舱 以及航天器撤离等任务 通过这些任务 对空间站建造和运营所使用的关键技术 进行进一步的确认和验证 他们的身体的疲劳 睡眠 包括整个进食饮水 整个身体代谢的情况 营养的状况 健康的状况 经过我们的综合评估是非常的好的 它现在的锻炼是家常饭 每天都有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厨房 强度是这样 我们应该说达到它最大能力的60%到80% 这是我们给的一个厨房 强度中强度吧 飞行时间越长 这个强度要逐渐跟砸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维持 它对抗失重的生理效应